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示强调 高举旗帜 团结一致 锐意进取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屑奋进 李克强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参观展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第三次联合演练 圆满结束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圣火在陆军谋旅传递 我国在西城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卫星 伊朗举行盛大阅兵 高精尖武器悉数亮相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号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李克强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参观展览 下午四时十分许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展览馆 步入展厅参观展览 展览以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 以编年体为时间主线 安排设计了五个部分 并体现历次党代会和重要中央全会 五年规划计划等方面的跨段主线 选择150个新中国第一进行展示 每十年设置英雄模范人物墙 充分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科技展示手段 全方位立体化 呈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发奋图强 艰苦奋斗实现的伟大跨越 清晰展现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深刻揭示新中国70年巨变背后的深刻道理 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影像 纪念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 成羽铁路建成通车的浮雕 定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瞬间的照片 寓意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 几代人命运得以改变的场景 展现安徽小港村18户农民 在大包干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群像 反映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旧貌换新岩的视频 显现1998年抗洪抢险中万众一新 众志成城的场面 在线北京奥运会盛况的光影设计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模型 展现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说明 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动实践的沙盘 展示人民军队官兵在强军目标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展板 呈现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景 描绘区域发展战略的地图 模拟月球车天眼等的模型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洲澳大桥模型 体现全方位外交的展板 展览长廊犹如时光隧道 一张张图片展板 一件件实物模型 一段段视频资料 一项项互动体验 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 他们不时驻足观看 认真听取讲解 询问有关情况 在参观结束时 习近平强调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 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标柄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七十年来 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充分说明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七十年后再出发 而今迈步从头月 要展示好宣传好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感天动地的辉煌成就 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团结一致 锐意进取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不懈奋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 记者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获悉 9月21号下午至23号凌晨 北京天安门地区和长安街沿线 举行了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 全流程 全要素 全力量演练 据介绍 本次演练是庆祝活动最后一次演练 包括庆祝大会仪式 阅兵 群众游行 联欢活动 转场及应急处置等六项内容 重点检验庆祝活动全流程 全要素 全力量的衔接配合 全面提升各方组织指挥和保障体系运行效能 各类参演 官吏及保障人员达30多万 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 气氛热烈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 在嘹亮的口号声中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 授阅部队重点进行了阅兵式分裂式演练 随后各界群众游行队伍依次走过 全装踩车首次亮相 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 昂扬奋进的惊气神 联欢活动在22号晚进行演练 首次增加烟花部分燃放任务 多个表演区块各具特色又浑然一体 广场上唱响盛世欢歌 本次演练的内容 流程及流行完全模拟正式活动 现场组织有序 转程紧凑 运行顺畅 达到了预期目标 每正式活动的成功举办 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市有关方面 向广大市民对三次联合演练的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据悉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 新闻中心 近期将组织集体采访 介绍群众游行和联欢活动有关情况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炬传递 今天在陆军某旅进行 这个旅的官兵刚刚从野外驻训场回到营区 征程卫习就集结在一面面承载辉煌与荣誉的气质下 为军运圣火的传递加油股劲 这里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炬传递的现场 那么大家可以看见 在我身后的训练场中央有着三面巨大的红旗 比较特别的是 这三面红旗中除了有国旗军旗外 还有一面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的战旗 那么据我们的了解 这个部队的前生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 参加了开国大典 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可以说这个部队是功勋卓著 那么今天在现场呢 他们也将以冲锋号声来开启军运火炬传递 三名礼兵手捧火种灯 从开国大典红衣师站旗下出发走向主席台 军运会执行委员会领导将火炬交给陆军谋旅旅长 曾被授予建议勇为的英雄战士荣誉称号的 西藏军区某部副政委徐红刚 作为第一棒火炬手开始陆军战的传递 红衣师传圣火 铸铁拳为和平 为迎接圣火 官兵们分别打出这支部队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荣誉旗帜 与火炬手一同互跑 第三棒火炬手江勇西绕 是陆军谋特种作战旅旅长 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诚实命的模范军官荣誉称号 参加此次火炬传递的20名火炬手都来自陆军部队 他们中既有战斗英雄又有时代楷模 既有艾军金武标兵还有三八红旗手 作为英雄部队传人的王杰班现任班长王大毛 带领全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 在各项工作中永征第一 第十一棒火炬手金伟强是陆军谋旅侦察营营长 曾在国际特种兵比武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陆军某合成旅连长江巴克朱曾被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 艾军金武标兵全军百名好班长 最后一棒火炬手张勇是陆军某旅营长 他随我国首支维和步兵营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带领连队多次完成重大任务 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并荣立二等功两次 走出国门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和平 传递军运圣火 是为了更好的传递和平传递友谊 我们三个都市藏族 在党和军队的培养下 我们成长为军人 今天参加圣火传递 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对对对我们应该把这份荣誉带回去 化作洞里在本制岗位中建功立业 火炬船地结束后 官兵进行了具有陆军特色的军体权团体操表演 我作为开国大典红业市的一员 今天盛火在这里传递 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为中国加油 为中国军运建而取得好的成绩 加油 在举国上下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任务一线再传喜讯 今天凌晨五十十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键双星方式 成功发射第4748颗北斗导航卫星 5 2 3 2 1 加油 此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均属于中原地球轨道卫星 是目前在建的北斗三号系统的组网卫星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后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后续将进行载轨测试 适时入网提供服务 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发射以后 我们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载轨卫星达到了23颗 距离全部完成30颗卫星的组网发射 还有7颗卫星 我们计划今年还要执行三次发射任务 将5颗北斗全球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此次发射任务原定发射窗口 因天气原因不宜实施 会不影响整个组网计划进程 北斗工程指挥部迅速调整工期 转换状态 决策提前一个窗口实施发射 发射场系统 运载火箭和卫星系统精准组织指挥 严格质量管控 科学调配力量 分布于大漠戈壁 海岛边疆 大洋太空的刺控站点接力测控 实现了任务过程和结果的双圆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全球走晚 已进入倒计时 北斗将和全球的其他系统一起 提供精度更高 运行更稳定 功能更加可靠的导航定位设施服务 将成为面向世界的公共服务的 重大的空军基础设施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取中国贡献 目前2019年度征集的合格兵员 已陆续进入军营 据了解 今年大学生网上报名 参军人数达124万 大学生征集比例实现新的突破 自2009年开始 成规模征集大学生参军入屋以来 10年间累计征集大学生150多万人 以批批有理想 有追求 有担当的大学生士兵 成为强军新军的生力军 今天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教育部 在南开大学联合召开 大学生征兵工作座谈会 深入贯彻习主席 给南开大学八名入屋大学生回信精神 认真总结10年来 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 成规模征集大学生入屋工作成果 和基本经验 研究探讨新时代大学生征兵工作的改革举措 推进大学生征兵工作转型发展 2017年9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给南开大学八名新入屋大学生回信 在回信精神激励下 全国掀起大学生应征参军热潮 大学生首次成为我军新兵主体 当年大学生征集比例较前一年提高7% 2018年又增长近1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 军队是一所大熔楼 是一个大舞台 他们在那里可以淬点长刚 可以施展才华 为实现强军梦 贡献青年人的力量 我国有2600多所高校 在校学生2700余万人 每年仅大学毕业生就达800多万人 高等教育的普及 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 为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 提供了源头活水 征兵宣传教育近高校 在全社会营造出 依法服兵役 参军我光荣的浓厚氛围 十年来 国家和军队为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拓宽了大学生士兵成长成才渠道 我们积极适应新时代 大学生征兵工作的新形式和新要求 把国防文化上武精神 融入高校校园文化生活 有效激发了大学生参军入伍的积极性 为了让征集大学生入伍 变得更精准 更高效 更快捷 自2012年起 相继推出高考毕业生 可选择报考定向培养士官 全国征兵时间由冬季调整为夏秋季 精准征兵试点范围 由三个省扩大到九个省 人数增加到九千人 近十年来 我们火箭军一共增级了五万余名大学生 这些同志 广泛分布在火箭军导弹发射 和作战保障的关键岗位 已经成为能打战 打胜战的重要骨干力量 引现出一大批中程使命 精武强能的力剑先锋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谋旅 近日结合空战对抗 战备巡逻等训练科目 连续多天组织实战化条件下 空中加授游训练 锤炼部队远程机动作战能力 上午九点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亲近飞行员驾驶尖机机 相继升空飞向目标空域 进行他们首次空中加油科目训练 加油机抵达任务空域后 率先进入加油航线 战机随即调整航向 完成售游前的各项准备 空中加油 要求飞行员精准操纵战机 以毫米不差的操控进行对接 飞行员张灿操纵战机 使售游探头与加油管 实现对接进行加油 三米高度差的第一点 好的对接通 加油完毕 请试分出 对出脱离 数分钟后 同批次战机全部完成空中售游 编队再次集结 飞向目标空域 继续执行战备巡逻任务 空中加油时 飞机的速度达到数百公里每小时 售游机与加油机距离仅有几米 状态稍有变化 就容易造成空中相撞 同时在我们空中加油时 还容易受到风向不稳 气流颠簸等因素的影响 这对我们的飞行技术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次训练主要锻炼新飞行员在复杂背景下的空中加售游能力 每飞完一个架次 他们都会利用飞餐叛读视频回放分析数据 与老飞行员一同查找飞行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 此次空中加售游训练横跨多个战区 航程远气象复杂 通过空中加售游战机大幅提升了续航能力 有效检验了部队长航时大强度的持续作战能力 正在执行远航实习访问任务的七级光剑 昨天在东海某海域直面台风塔巴 见上500多名冲访官兵坚守站位 经受挑战 请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七级光剑的零二甲板 受台风影响 舰体出现了长时间的剧烈晃动 海面上风级浪高 考虑到安全因素 原本计划在甲板上进行的课程 也临时调整到了室内 来自于前后左右上下各个方向的晃动 让人眩晕让人不适 这场台风对于首次执行远航实习的学员来说 就是他们所遭遇的第一次严峻挑战 海面风浪较大 各舱室站位关好悬船水密 上午十点 弦外的风浪场最大不高超过五米 在七级光剑的海图作业室内 初次冬舰实习的学员出现了明显的运船症状 尽管如此 他们仍然坚持作业 早上还行 这个起毛了以后 这个海况还确实是比较晃 那么其实 船也比较晕 尽量课 今天早上起毛之前就有部分学员到我这拿了晕船药 然后他们拿晕船药的主要目的就是怕上课的时候会晕 如果在航行过程中 我也进行了全舰的巡诊 作为我军最先进的远洋航海训练舰 七级光剑东卫大 又配备了简摇旗等设备 已经最大程度降低了舰体的晃动 在船药大的时候 能够通过简摇旗释放出去的到外面的两个鱼鳍 通过两个鱼鳍的自身摇摆 来补偿舰艇在左右的横向摇摆 一般来说 简摇旗摇摆之后 舰艇的横向摇摆就会非常小 虽然横摇已经大幅度降低 但来自其他方向的晃动依旧强烈 面对变幻莫测的海况气象 接下来还有更严峻的挑战在等待着大家 巴布亚 新锦内亚到新西兰这个航段 我们会遭遇更大的考验 会穿越咆哮西风带 咆哮西风带被称为航海界的鬼门关 在这种大风浪航行中 坚持教学训练 是学远海实习中一个必修课 必须要过的科目 越是在这样恶劣的海况条件下 我们又要坚持严格正规的教学训练 和航行中的一日生活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顽强的战斗作风 意志品质和严谨 细致 正规准确的海海作风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伊朗22号在多地举行阅兵仪式 今年两伊战争爆发39周年 多款高精尖武器悉数亮相 当天阅兵最重要的两个场地 分别设在首都德黑兰和靠近 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城市阿巴斯港 伊朗陆海空三军 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等 多支部队参加阅兵仪式 在德黑兰 伊朗多款高精尖武器悉数亮相 最引人瞩目的是伊朗国产 巴瓦尔373防空系统 在阅兵仪式上的首次亮相 伊朗还展出了多枚国产弹道导弹 包括射程为2000公里的卡迪尔中程弹道导弹 射程为1650公里的伊马德弹道导弹 以及射程为1800公里的泥石弹道导弹 在阿巴斯港会场 伊朗国产新型天河战斗机亮相 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海岸警卫队等 派出200多艘舰艇 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举行海上阅兵 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发表讲话称 伊朗将在与地区国家的合作下 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的安全 他强调不会允许任何人侵犯伊朗的边界 近期海湾地区局势有进一步升级的态势 有分析认为通过此次大规模阅兵 伊朗意在向外界展示其军事实力 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近日的文章称 美海军将在未来数年的时间里 采购十多种新型的大型和中型无人舰 并声称美海军已经为这一计划打好了基础 目前美海军有两艘大型无人舰下水准备服役 美方长办公室也决定向大型无人舰项目 投资27亿美元以推动该项目发展 美海军主管无人舰项目的高级将领 凯西莫顿称 大型无人舰已经通过了自动驾驶和导航测试 还对舰体和机械系统进行了升级 提高可靠性 目前美海军正着力研究大型无人舰装备的 指挥控制系统和导弹等舰载武器 同时美海军也在推进中型无人舰项目的发展 美美文章称 该行舰可能成为美海军 未来在海上部署的分布式传感器 用于在前沿海域执行侦察监视等任务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